其實我這幾天去的時候 大家 他們的練習的態度都很好 然後見到 比如說我 或者是見到長輩 他們都會問好 問候 大家都說 令山早 要不然就是台語的老大 令山老大 只有洆湞會跟我說日文 你好 原來洆湞會日文 滿特別的 我們都不太知道 想請大家 令市長 在之前在台體大是不是也有接觸過 一兩位球員 剛好現在也加入了韓將這樣 對 有一位捕手盧伯華 還有內野手楊明儀 對 那我那天看電視 他還穿24號 我就覺得 是 對 對 那看電視 也看到他在一軍的表現 對 所以我就覺得也感到有成就 對 那希望他在未來的 這個棒球的路上 可以走得很順遂這樣 對 敏儀在今年的季末 剛好也有在一軍出賽 對 剛好也是之前 在年初的時候 台體大那邊 令山在台體大擔任 刻作打擊教練的時候 也有親自指導過他 是 是 對 好的 那我們再下一題 那 我們 漢將這幾年 其實在選秀會上 剛剛其實有提到 就是也選進了不少 素質啊 或者是一些條件都不錯的球員 那也因為 其實漢將剛好在這幾年選秀會的 輪次也都滿前面的 都選了不少可能大家球迷口中 所謂天花板比較高的球員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 好像這些球員 這幾年在一軍都比較能夠 沒有辦法能夠穩定的出賽 那令山您怎麼看這個狀況 之前我都是從 比如說另外一支球隊來看 富邦這支球隊的球員 那畢竟 之前的一些 可能教練的決定 或者是其他的 方式練習 那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評論 但是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是在二軍訓練 年輕球員 我會把一些二軍的感覺 是有類似 把一些情境跟一軍 做一個模擬 對對 讓他們上到一軍 不會覺得有一點陌生 讓他們覺得 我是準備好上來一軍的 可能就是要實際操演過 可能在一軍會碰到的一些 特殊的情況 對對 不論是危機處理 延長賽 會遇到突破僵局 危機處理等等的 是 讓這些年輕球員 覺得自己真的準備好了 再上一軍這樣子 沒錯 你是 有 一個 是 一 有 一 蓋